那我們在高雄其實已經做了許久了 我們在從2014年的時候就開始陸陸續挖了一些坑 然後也辦了一些活動 那自己後來也繼續跳坑 那在第一場的活動我們是在2014年 辦理台灣第一場的關於緊急醫療生態的資料 然後做了一個第一場的黑客松 那時候來自於全台灣各地的地方的人士都過來 那後來我們挖了一些坑之後呢 發現我們不足的地方是在到院前的緊急醫療這一塊我們缺少了 所以我們就直到那個消防局跟他們討教的一些事情 那接著我們有了這些資料之後呢 就想說把它拿來應用 可能是我們不會用 於是或我們就招請了許多的英雄們 來參加我們一個資料賽的一個挑戰 那後來呢我們就再更精準的做了一些專案 那第一個是我們的到院前心非休止的一個地圖 那我們挖了這個畫的這個地圖之後呢 發現我們的生活圈裡面其實是有一些弱勢的社區存在 那就跟衛生局建議說你們今天要把資源放在哪裡 那你就先點開這個地圖可以先看看 好 那在今年6月呢我們就自己主動跳了一個坑 這個是總統被黑客松的一個活動 然後我們穿接了醫療的前端就是消防端以及醫療本身的醫院端 還有後端的管理端 那我們做了一個 就急救難以暫通的一個轉案 好 那這個火花呢是一個火花還是煙花呢 那我們繼續來看看 大家好我其實是一個工程師 然後我就是有參加以上的這些活動 在就參加過兩個坑 然後呢其實現在我覺得最 對 然後現在最大的問題是說 其實我們 因為我也是工程師我就覺得說 噢 根本我們應該都像現在這樣子 這邊是Amazon Go嘛 它無人商店 所以我們不需要再有人了對不對 然後我們希望說 我們希望能做出 就像GTV這樣子 我們希望把這件事情都能 好好把它做完 然後這些一些blahblah這些東西 好 可是我現在想要跟大家講說 這邊的東西我為什麼會一直跳這個坑 因為這個坑其實真的很有很exciting 因為你當你以後會來看到 新聞很主要的那些 受矚目的一些案件的時候 你可能就是在裡面加速它 然後把它最佳的把資料貢獻的人 但是現在目前最大的問題是說 呃 其實我會發現有很大的鴻溝是 第一個就是domainology 其實今天也有一些 就是也有會很熱情的 在裡面 boss裡面的人 他也會願意講 但是他沒有什麼樣能力 能去寫call或是怎樣的想法 我覺得現在就是 希望在這邊能找到一些 呃 能溝通的平台 然後我們這次也是希望來 多認識一些人 然後看我們怎麼樣把它做完 因為這邊好像 永遠好像不是 不太像是城市的問題 像是溝通的問題 然後也是希望 好 講完了 Yeah 謝謝大家 溫華來了嗎 溫華來了嗎 溫華來 然後offer來 溫華來了嗎